今天节目非常幽默 你也可以叫我们小莫莫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逗你笑 我是一叶 今天开场呢 来聊点新鲜的事啊 之前传出某视频网站老板 贾某被冻结了 十几亿资金的消息 我很震惊 为什么人家冻结 就十几亿资金 我冻结的 就只能是水饺和汤圆呢 开个玩笑啊 做生意什么的我不懂 但是步子卖得太大了 容易在冻头 这个道理我还是清楚的 下面这位小朋友 就亲自示范了 正宗的栽根头 奇葩大作战 让我数一数 这里有几个苹果啊 一 二 三 四 怎么数不清 我离近一点看看 这下够紧了 什么东西这么刺眼啊 能不能吃呢 吃不到还摸不走 好生气啊 摸不到阳光没什么关系 能喷彩虹才算稀奇 厉害了我的鲸鱼 转发会有好晕吗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下面这位小哥将利用圆筒滑梯 为我们表演技巧性足球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小亮 你就先不是小偷偷吗 这不给你买的兔子吗 我摸摸它 不能天天摸你 不能天天摸你 你干什么 摸摸它 你看它多乖 它躺着它不动 它被臭臭现在长到了 你既然也不喜欢它 那我们就去把臭臭卖了 好不好 把臭臭卖 行不行 你又不卖啊 你又要要它 那你就跟它争虫 他跟我丁嘴 你要跟它争虫 我报告它也不行 小短腿的宝宝 怎么才能喝到公园里的水呢 咦 怎么总是喝不到呢 一定是我喝水的姿势不对 小脚踮起来 站在水流泡雾线落脚的地方 这下总能喝到了吧 为了喝口水 宝宝我容易吗 虽然我选择放弃